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啊 我从来没见过 北湖南越的人 在 在一起跳舞 这些是我近日在大唐的所见所闻 详细记录下来 敬献给天皇陛下 原来是这样 我还有一个愿望 不知道能否实现 什么愿望也许我能帮得上忙 大唐的建筑规律雄伟 不是我们国家所能比的 不知能否向你们要一些 建筑方面的图纸 我们回国之后也好模仿 这个并不敢 我会派着 陛下 户部去年奏称 塞外回归的人 投降唐朝的人 加起来 又有一百二十余万人 可土地虽然多 好地呢 是人口稠密 生地 是人烟稀少 去年回来的这一百二十余万人 只能安排到生地去 春天中古 现在眼看就要收了 生地也就是返乡的百姓 每户免除税收两年 每户的口粮十大 像朝廷带的种子 今年要还 这也是一笔负担 应该免除 应该免除税收两年 恐怕不行 不行 那就免三年 我不是说两年还是三年 按户收税 看起来公平合理 但户有大小 小户的负担重于大户 其实不公平 不合理 有道理 按户收税 不如按人头收税 合理 按人头收税 就不要两年三年了 要永远这样收下去 是 这一百二十万人当中 有十万市草原十八部的人 是拆散他们的部落 将人口分散到各州县呢 还是把他们一起安置 容敌人的心我们摸不透啊 如果安置在中原州县 他们有十万人 数年之后人口繁衍 那会成为心腹大患的 不可不警惕啊 现在有这个机会分散他们 让他们不能再聚合作乱 机不可施啊 有成 你不是说 人是可以教化的吗 我看 还是将他们安排到核桃 那里既是他们熟悉的地方 也是农耕的地方 交给他们农耕和礼仪 把他们化为大唐的百姓 这不是很好吗 好 这样好 这样既可以防备 又可以让他们待在原来的地方 你看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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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事吗 我身为御史大夫 职责所在 不得不揍啊 草原十八部刚刚平定 百姓正在欢心鼓舞 你这是干什么 定相道行军总管李靖 在气口集结各路大军 没有陛下手斥 擅自启动兵马 按律 视同谋反 弹劾 并不为过 李大将军 你呀 你怎么又给自己找麻烦了 御史那些家伙 随他们去 你可不能 侮辱朝廷御史啊 这朝廷当中啊 最严格的就是御史 朕都不好对付 你就更要小心了 说我在气口擅自启动兵马 陛下知道 气口到长安千里之遥 若等陛下的手斥 早就遗误了军机 让杰力跑掉了 朕听说 你有防冻伤的药 所以你可以长途奔袭 你的军事 没有握不住枪的事 对吗 是 我原来啊 带金属的兵多 这次打草原十八步 带的是关笼的兵 他们自己就有药 我的药还是他们给的呢 不过我还是冻伤了 所以坐在陛下这里 我的脚痒得不行啊 截力跑掉再集结兵力 那就不是今天这个局面了 你当机立断 不过军法到底是军法 你怎么对付 御史的弹劾其实没有道理 隋朝十万岁 击破达头克汗 立了大功 可是隋文帝没有赏赐他 而是把他斩首了 朕不是阳间 朕制激你的功 你为大唐立了大功 如果御史按军阀弹劾我 致我的罪 好吧 我就将功折罪 算是白打了 不会白打 也不可能白打 弹劾李靖的事 你们怎么看 陛下怎么看呢 如果处理李靖将军 当然 当然可以给天下一个镇守 不过 刚刚胜利 举行了大型的庆祝活动 马上 就法办统帅 很不好看啊 很不好看哪 可是如果放任的话 也不是长久之计 我担心的不是李将军 我担心的是 揍弄了其他人 我担心的事 你会先说 我担心的事 兵制度并没有什么改变 解军纪解决军队的问题 也未尝不可 再加上我们新境迎娶的胜利 和这机构调整的成功 我倒是觉得 这些都有利于军队问题的解决 如果神礼礼敬 总是所得不如所失啊 军纪问题固然不是一个小问题 可是就这次战争来说 结局的大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相对而言军纪就是个小问题了 而且就这次战役而言 只有罚过没有闪攻 那天下人就会认为 朝廷只看缺点不看成绩 甚至重视小缺点而忽略大功绩 除非陛下有更深远的考虑 比如彻底解决军队的根本制度 那 杜儒惠去世之前 留下一个方案 你知道吗 我是知道一些的 我是赞同这个方案的 可是这个方案的实施 要由地方来配合 现在的问题是 地方的问题更大 我们如何指望他们来配合朝廷呢 陛下如果想解决军队的问题 进行军队的改革 那又何必与李靖将军为难呢 臣以为李将军可以在这件事情上 来 祝一臂之力 上旨 大唐皇帝令 李靖听旨 刑部尚书李靖 家寿左光陆大夫 赏赐绸缎一千匹 增加十亿至五百户 臣领旨 谢恩领旨 臣谢恩领旨 李靖听风 刑部尚书跪下领旨 刑部尚书李靖 改为兵部尚书 贞观四年七月十八日 臣领旨 痒死我了 这痒啊别疼难受 疼能疼个痛快 这痒是再痒也痛快不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今天弹河了 明天又治你的罪了 还不如干脆把你杀了 这样你也就痛快了 你呀 比那些要弹劾我的人还要厉害 李靖这个人哪 兵法娴熟 这就是他的长处 用不到他的长处的时候 我就要让他做文官 陛下不是让我跟他学习兵法吗 对啊怎么样了 他没有完全交给我啊 你怎么知道 只是感觉吧 门下省是魏征当职吗 回陛下是魏征 走去看看 是 陛下驾到 陛下这么晚了怎么 这是杜如慧的军事改革方案 你看看吧 对了 我让李靖做兵部尚书的事 你一直没有说话 你难道就没有看法吗 陈还是一样的看法 如何处理李靖将军不是问题的关键 最终的目的 还是进行军队改革 那 你对金队改革有什么看法 此事关系重大 改革是大势所趋啊 现在陈认为 最难办的问题是如何改革 这是像陛下打仗一样 从哪个方向突击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军队的问题也是如此 经常在一起打仗的武将 彼此熟悉 经常指挥的战士 也熟悉 实行兵将分离 对地方安定一定有意义 微臣依然认为 解决军队的问题 应该是改革现有的统兵方式 是 臣劝陛下 还是与其他大臣多商议商议 此事关系重大 必须找出一个稳妥的方法才行 对啊 今天朕找你来 是因为你身经百战 出生入死 对军队的问题比较熟悉 现在有些大臣提出来 改革现有的统兵制度 你怎么看 臣支持改革 你也知道 将军和部下的关系 那是生死与共的关系 如果统帅和部下的关系不好 那是不可能打上仗的 这个臣当然知晓 因此 这个问题是改革当中的关键问题 你也知道 将军和部下的关系 是在战斗中结成的牢固的关系 而且有感情 强行把他们分开 他们肯定会有意见 如果征求他们的意见 他们当然也是反对的 是啊 今天找你来 下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请陛下指示 微臣照办就是了 朕是没有现成的办法 再找你来商量吧 军队之中命令第一 对待军队采用命令即可 有这么简单吗 朕给你举个例子 打仗的时候指挥官下了命 这个命令是错误 你执不执行 也得执行 是 可是 你扶期吗 不扶期 还是啊 军队的问题涉及重大 我们所下的命令 让别人接受 而且要扶期 可 臣也没有好的办法呀 这件大事别着急 先找别人商量商量 朕可先告诉你啊 不要张扬 否则你会误了大事 微臣谨记 陛下继位以来 推行改革 由内及外 由此几笔 放宫女剑封王 精简中央机构 已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国家积蓄了力量 从而一举平定了草原十八步 但是 国家毕竟经过了多年的战乱 在此之前又是南北对峙局面 统一天下之后的制度建设 还有许多方面的问题 民众的负担依然很大 财政的压力同样不小 进一步解决财政这一问题 是当务之急 那今天 需要大家想想办法 比如 我们现在支出的重要方面 是军队 占到财政的四分之一 怎么办 大家议议啊 大人 如果能从军队财政方面入手 确实意义极大 现在是和平时期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但是 我们不能把如此大的财力 用在养兵上 现在的养兵制度 还是战争时期形成的 当时也是没有办法 现在 不可以继续了 军队里使用国家财政方面 一 是士兵的日常给养 二 是军队里的军官数量多 或许 剑员是条出路 我也说不清楚 总之 现在是战争刚过 不能以为天下太平了 更不能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可以削兵了 嗯 这个提法非常重要 改革军队不等于削兵 理想的状态是 改革是建设军队的一个方法 你熟悉军队 所以 让你掌管兵部 再合适不过了 你能不能尽快拿出一个具体的计划 陛下 真的下定决心要改革军队了吗 你什么意思 陛下是真的下定了决心了吗 臣有一重大疑虑 如果不先说出来 恐怕不方便 直说吧 大唐立国 时间不久 烽火硝烟也是刚刚散尽 但是现在就以军队 特别是以军官为目标进行改革 不知是否会引来疑虑 疑虑 什么疑虑 所以军官会不会猜 教徒死走狗烹 那 那倒不会 不过他们肯定会有一种失落的情绪 是 改革 他们肯定会有失落的情绪 但是如果不改革 百姓 会不会有失落的情绪啊 军官们的失落情绪 可能会导致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嗯 改革 肯定不会以削弱军力为代价 这是当然的 咱们 咱们能不能想一个办法 既不削弱兵力 又可以 减轻财政的压力呢 陛下难道开始犹豫了吗 哎 离经的话 朕不能不考虑啊 军队的改革 军队的改革 是大势所趋 杜大人在去世之前 写下的改革方案 是他用最后的心血完成的 陛下 您不能视而不见哪 杜卢慧提出的方案 朕仔细读过了 他提出兵将分离 朕认为很难推行 别说是兵将分离 就仅仅提出改革 就有人反对 什么样的改革 不会遭到反对呢 陛下做过的改革 已经很多了 哪一个改革 不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呢 每一次的改革 遇到的困难 比这次小吗 这次反对的声音 来自我们内部啊 如果陛下抢制推行 李靖难道敢抗制吗 没那么简单 李将军不配合 改革难以尽销 李俊将军 为何要反对呢 他无非是担心改革影响了军力 一旦遇到战争 我们的军队就无力抗敌啊 只怕李将军有私心吧 李将军 李将军不是那样的人 嗯 其实啊 只要我们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来 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军力不受损失 我想李靖将军也许会同意的 哦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先不决定改革 而是先直接拿出一个方案来 正是如此 杜如慧留下的改革方案 要施行兵将分体制 但是他没有说具体要如何办 现在呢 军队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重头 改革军队呢 对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也有好处 打架意 看有什么好的办法 现在的将领统帅士兵都有很长时间 分离还有什么意义 难道要减少供应吗 兵将分离就不会影响战斗力了吗 这个分离的意思 主要是指平常的训练和战斗的分离 我们现在的训练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大家呢彼此都差不多 这样的训练 不一定要将军亲自来 但是领兵打仗非将军不可 将军呢平时可以只管研究战法 训练士兵另有其人 这样做的好处是 战士和将军都可以适应更多 还不是只认一方 至于供应问题是要有所降低 现在的供应是战时的状况 可现在没有战争啊 平时不应该和战时一样 现在的十六位其实可以不动 可以作为卫士的同管机构 将军们所在的十六位也可以不动 可以作为奉料的寄存机构 同时十六位是将军的晋升序列 各个位置之间可以进行相互的调整补充 战争时期我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制度方面呢也有许多的例外 像大型台我们就设置过好几个 大总管和总管更多了 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取消了大型台 后来呢又取消了总管制度 但是总管制度其实取消的并不彻底 现在的都督制度 其实呢是保留了总管制度的许多内容 和平时期这些战时的体制 当然没有存在的意义 不仅如此反过来还造成了众多的问题 所以我有一个想法 要适当地取消都督州 大家议议 这总管制度呢是典型的战事体制 当时是因为要应付战争没有办法 都督州也是如此啊 古德时的想法呢 是想把几个州多分成几个层次 功劳大的呢就可以做都督州刺史 可是因为有军权 权力太集中了 所以就出了问题 取消都督 没有问题 地方诸州即使取消了都督州 也还可以根据人口地位 划分不同的等级 便于那官员的迁转 所以撤销都督州并不妨碍地方 我以为撤销是可行的 可是有些地方呢很重要 保持适当的军事力量 应该是有意义的 比方说扬州 益州 如果没有一点军事力量的话 万一出现紧急情况 要从中央调遣军队 恐怕有边长莫及之率啊 另外边境州是否可以特别考虑呢 边境属于战乱夺发地带 如果没有一定的兵力部署 没有适当的威慑 也令人担心哪 取消都督州那当地的士兵怎么办 我看可以这样 不取消的就不用说了 可以保持现在的体制 取消的都督州 如果需要保留一定的军队 那么我们可以组建 独立的军事单位 与州刺史呢是平行关系 不需要保留的就地入籍 分配土地 成为百姓 如果能这样自然很好 朝廷因此可以节约一笔 不小的军费开支啊 要是照这个方法做下去的话 那军队改革 那不是就很容易进行了吗 但是还有许多的细节问题 需要讨论呢 是吗 是吗 重要地域保留扬州 益州 太原和幽州四大都督府 原边设置两级独独府 中级独独府和一般独独府 梁州为中级独独府 其他的都是普通独独府 保留十个 原来的四十个一概取消 那解散的军队有多少 有二十七万人 他们都可以分到田地吗 大乱过后 土地闲置很多 现在缺乏的不是土地 最缺乏的是劳力 那么保留军队的地方 军队怎么管理啊 此时不管军队 有统军管理 每个统军下辖军队一千人 设置一定的地域叫地团 没有兵部的命令是不能离开地团的 此时只有在征兵的时候 才能与统军配合 日常训练 全部都由统军负责 现在是土地有余 劳力不足 那就把土地分给军队吧 对吧 军训 没有必要天天搞 那么农忙的时候务农 农闲的时候呢练兵 这样既可以接上财政开支 又可以增加社会财富 你们说呢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军队除了军官的奉量 战斗的器具和军马 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开支了 御兵御农啊真是古人的理想啊 现在如果我们真是实行这样的制度 这些战士平时是农民 到了战争的时候呢就成为了战士 既是农民又是士兵 以兵亦农 不是很好吗这 这简直是太好了 这简直是太好了 军队一直是搞财政工营 时间很长啊 他们会同营 军队生活以军营为中心 抛家舍业使不得已的 果然如此 果然如此 反而是顺应民心哪 李将军 左仆叶提出的 改革军队的方案你看了吗 你以为如何呀 看得出左仆叶是费了一番功夫啊 陛下 臣已为军改之事 势在必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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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将军 朕 需要你的帮助 臣尽全力协助陛下 完成大业 好 拜见陛下 阿什纳什波碧 朕让你回到你的草原 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但是 你不再是突历可汗 你是大唐的顺州都督 你要遵守大唐的法令 不能来来 谢皇帝陛下 另外 朕还要封阿什纳斯摩 为怀化郡王 他在杰力最困难的时候 仍然跟随杰力 朕喜欢他的忠心 朕要让他统领杰力的族人 好 你去吧 谢陛下 你来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魏征 还嫌不够麻烦 对我不恭敬 把别的大臣也给得罪了 你怎么看 结党营私 这倒不像是尚书佑成所为 你是说这是诬告 这话该怎么说呢 若说结党 我也有一些亲信在朝中任职 如若别人告我 我又能说什么呢 结党事小 营私事大 若是一党人 心都向着陛下 向着朝廷 便不足畏惧 怕的是 一些人聚在一起 是为了谋什么私利 陛下 臣以为 还是要派人 调查一下 我已经派 御史大夫 维言伯去了 陛下想得很周全 陛下驾到 草原十八部终于平定了 我们的日子好过了 你的日子不好过了 为什么呢 你没仗可打了 并不没事 你立不了功了 啊 哈哈哈哈哈哈 李将军 如果 朕让你做幼仆业 你不会觉得委屈吧 我想不至于吧 幼仆业操心的是朝政大事 很费心思 不像咱们打仗那么痛快啊 哈哈哈哈 我想不至于吧 如若兵部尚书为幼仆业 这可真是出将入相啊 你说你就从来也不生病 却自药师 我这心里总是怪怪的 我带兵征战 军事死伤 尚者常常因救治不及而死亡 我自药师 是为了求药师佛 救治那些死伤的军事 这下可好了 天下太平了 再也没有死伤了 再也没有征战了 是啊 陛下认我做幼仆业 也是这个意思 说是武掌可大了 哈